有些真是行為難 其實有很多宗教的人都反對恐怖分子 但是他的行為真是令人很慘、很受苦 現在世界很多難民都是由恐怖活動產生出來的 我們看到人在最終的破壞性 看到神的尾線 當你看到那些恐怖活動 我們又如何想到神呢? 如何感謝神呢? 感謝神的人不是個個都是殘忍的 就算恐怖分子也有些被耶穌改變 我就是什麼事我都會找神的好事 以及我們裡面的性格會這樣改變 好了,現在應用了 為什麼人這麼難去讚你呢? 因為見不到神 是的,一個原因 見不到神有什麼方法呢? 有什麼方法可以幫助我們這方面呢? 去研究聖經的證據 去看見聖經客觀的證據 以及經歷神 經歷神也會見到這麼多 但是有個同事去基督徒 他說他沒有經歷過神 但是他又相信聖經是真的 因為有很多教會 是很少講到經歷神的 他不會解釋平安、喜樂、興省、安慰 或者喜愛 這些他不會覺得是神的工作 他如果知道他一路親近神 他有經歷他就會知道 現在神俗是功能的 那你都可以跟他說這些 他們都會有的 如果他安靜祈禱 他會有平安、喜樂 我初信已經有的 很明顯的 很明顯的 所以我們可以建立這種關係 建立與神的信心 今天我和太太一起看 有些YouTube 講到以色列的 看到一個金門 金門就是封了的 向東面的 原來耶穌去 也在東門那裡入 而在以色列的書第四十四章二節 就講到什麼呢 耶穌進了這個東門 這個門就會封閉 現在真的是封閉 現在是 直接是 那些磚、那些石 全部封了 按照聖經的言 我看到這個 我都是說 很感謝神 這麼多門都開了 這個門是封了的 為什麼他們要封了它呢 那些人不是因為 特地要認定聖經的言論 他們是不知道的 而封了 這些都是一些聖經裡面 那我都會再查一下 到底歷史上是什麼時候封的 為什麼會封的 就是我都會查一下 這個都是我 就是我看到什麼 我就會去思想 那我都希望大家 整天都會看到神的美善 於是才會更加感謝 那好了 怎樣培養這種 好感激神的心呢 看到有些開心的事就感恩 是的 感恩 以及法治學習 法治內心 這才我們說 神的屬性 這個經文有什麼 神的屬性 為什麼我們 它有什麼性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稱讚它呢 神的屬性是什麼 神喜歡連輸人 神喜歡連輸人 在這個經文所說到的 祂是配受讚美的 祂是配受讚美的 是完全美善的 配受讚美 這是祂第一個屬性 然後呢 祂會留意到人會正敬祂 祂會知道 祂會記錄 祂會賞賜 在這裡看得到神的屬性 神是有很多好事,很美善的 祂很欢迎我们去敬拜祂的神 祂是很有欢迎的 那大家可不可以学习这个互动的祷告 我们今天所说的就是 我一路感谢,神就很欢迎 大家会试过这样做 这个是需要visualize 但你不用想神的样子 有人问我,你其他人是不是想着耶稣的样子 我没有想着耶稣的样子,我只是想着耶稣在 但是他的身形什么我都没有想 我没有想他的衣服,我没有想他的样子 我没有想他发光 我只是想着耶稣就站在那里 多谢天父 就是向着他,但是我没有想过形象的 我们不需要想的形象 形象化有时候会有问题的 因为形象化会变成偶像 也可以找一些图画来将耶稣形象化 但是我心中经常学习 从心底处感激神 我又知道神欢喜 神现在很开心 所以我又开心了 神很开心,我就开心 大家有没有试过 譬如你做工 当你一知道老板很开心 你会不会 心里面立即有一种开心 当你老板告诉他 你做得很顶呱呱 是一定会的 当我们知道神很开心的时候 会不会开心 所以我希望神给我感动 我真的这个互动的祷告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良光 很大的祝福和帮助 我们从这个经文发掘到这么多东西 原来很简单的经文 我再总括我们发掘到什么 第一,就是神的属性 祂是值得赞美的 而我们赞美祂是留意的 祂会记得的,祂会赏赐的 而赞美和感谢的分别 而神是会,祂里面真是开心 怎样开心呢?我们不知道 耶稣也有圣经记错 祂是有起落 在世上有起落的时候 到底天上怎样呢?我们不知道 天事怎样起落呢?我们不知道 不过肯定是会有一种起落的爆发出来的 而当神一起落的时候 祂是会祝福的 即是一个人的仇 祂是会祝福的 而就算我们欠这些动物 这些一切,或者是献上的钱 其实都不少价值的 但原来我们真心爱神 为何真心爱神这么紧要呢?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为何我们真心感激神 会给那些钱? 譬如你奉献 譬如一个人 他有三千元的薪金 不是,三万元的薪金 在香港来说都不算很高 三万元的薪金 他有三万元的薪金 他奉献三千元 都是一个大数目 但他很感激神 神会欢喜 当然他都需要奉献 他不是说我敬拜 我就是神 我都不需要奉献 为何神会这么欢喜 人,感激他呢? 即是你奉献那三千元 和你感激神 爱神,感谢神 为何神会这么欣赏这些东西 多些呢? 这个是应用的 这个也可以说是一个 去用人去 这个可以说是 人从圣经去明白 神的性 和神的人的回应 真心是否会有一个灵的交流 是的,是的 钱他都不是马上收到 钱他收到 不过他收到是那个物质 可能收到一种感谢的心 不过两个可以合併的 你一路在奉献的时候 一路说 神啊你真是好 我好甘心乐意 将这些奉献 献上给你 神就一起收 神就很欢喜了 对不对 当你明白这个经文 神会令你有什么激励 你会怎么做呢? 整天怎么做呢? 整天都感激神 是的 并且不是普通感激 是怎样的 激动 激动 哇,神你真是好得不得了 哇,真是好得爆了 我真是很感谢你 很欢喜你 很喜欢你 可不可以做得到呢? 其实难不难呢? 其实不是很难的 不过不知为什么 人是没有什么动力去做 或者不明白圣经 就由这个圣经 我们明白到原来这个圣经 解开就有亮光 支篇119篇 他讲到 关于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解开就有亮光 哇,原来神喜欢这件事 就是我们的心去起源祂 圣此 献上的礼物 和信从祂神这么欢喜 大家这个经文 你就记住了 因为这个经文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 是告诉我们 就是 赞美 敬拜 是感谢 是神这么欢喜 和神会回应 神会喜悦 这个是支持这个神学 因为在圣灵的圈子 神学观念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敬拜的时候 神会欢喜 神会祝福和回应 这是一个敬拜的支持 因为有很多教会 神有些庭 祝福一带 神有些公司 神有些小联灯 神猪 神有些公司 神有一些自身 神有些公司 神有些公司 神 Notfall 神有联 awaiting